婦女肥胖的這個議題特別覺得有興趣 因為事實上中年婦女生育或者是懷孕之後 她的內分泌荷爾蒙的改變或是哺乳等等 都會造成她的體味增加 到了快更年期前的時候 更年期也是荷爾蒙的改變 她的很多作息也會改變 甚至她的運動的消耗量都很變少 所以我們常說女生她的體重改變 一個是在懷孕生過小孩之後 第二個就是在更年期的這一段期間 那這兩段期間讓體重增加了一二十公斤之後 她大概就回不來了 而且會持續的變胖下去 那怎麼樣在這段期間可以預防她的體重增加 甚至減少她體重增加的不作用或核併症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中年婦女她們在減重的時候 您觀察大夫剛才提到購物台 就是她們在減重上會有哪些的一些錯誤 因為中年婦女她們在減重的時候 因為會這個姿勢的比較受限制 譬如說她經常是在 蔡奇亞路邊或者是一些店 買了一些比較不適當的產品 那她就來使用 那反而有時候未達到她的減重的效果 可能還會把身體搞壞 那第二個呢就是因為 所以這一段期間中年婦女之後她的基礎代謝都變慢了 但是她吃的食物可能更多了 為什麼家裡所有的剩飯剩菜什麼都是她吃的 那這個在這個消耗能量消耗的減少 而且吃的有比較多的時候 那這也是造成她們體重增加的原因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她養成固定的很好的飲食的習慣 規律的運動 然後即便要用藥 要比較有醫師經過評估之後的用藥 那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不要千萬千萬 我一直跟周年婦講 千萬不要自己去買藥 吃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藥 那吃出來的什麼效果你也不清楚這樣 朱醫師那針對那個年底尾牙那個 已經熱潮快到 剛剛有提到那個事前的預防的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藥都有她的很重要的處方簽的使用的這個食肌啦 適應整 那一般來講我們即便是一些排油的藥物 我們也不是希望她偶爾只吃個一次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到了尾牙 或者是春久的時候 很多應酬 或者是那個不得不的一些這個餐飲會變得比較多了 欸這個時候很多人會先說一個預防性的投藥 或者是當天真的這一個禮拜或這一段時間吃了比較多的這個食物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避免這一塊的 那怎麼樣 欸她偶爾吃個一次兩次 那當然這是還好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 吃完了可能還是要趕快去動一動啦 把它消耗一下啦 那能夠避免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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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會就盡量少吃一點 這樣才會比較好一點這樣